嗨大家好我是本源光的呼呼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快乐的法则十六爱你的家人 根据科学研究人的疾病有70%来自家庭 人的癌症也有50%也是来自家庭 家庭不合入人就会生病 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和家人关系的好坏非常重要 不但有一句话 家和万事兴就是在告诉我们 只要和家里合入就能兴旺 可是我们却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或是生闷气 然而这些争吵又能带给自己什么呢 为什么在光场域的学习中 我们会说父亲代表你的事业 母亲代表你的金钱 而小孩是家中的一面尽子 这就是在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父亲的人 他会尊重他的老板或是其他长辈吗 不会的 在他的内心是鄙视所有人 只是自己没有察觉出来而已 如果一个人不爱他自己的母亲 他会爱其他人吗 不会的 他只是爱他自己而已 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钱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因为钱也是有灵魂的 他跟着爱走 在哪里有爱 他就会在哪里为人们服务 而孩子就是这样有样学样 在他们看待并学习着我们如何去对待自己的父母亲 将来他们也会用相同的态度来面对我们 对待我们 试想着我们每天都将自己全部的心思投资在孩子们身上 却对自己的父母亲完全不闻不问 甚至自己的父母亲生了重病却完全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自己也生病了甚至病死了 却没有一个人前来关心 这样的家庭所教育出来的孩子会懂得体谅别人吗 孩子的未来会幸福吗 一个家庭如果想要和乐融融地相处在一起 就要懂得以何为贵 中国的吴迅说 父慈子孝 兄友提供夫益夫顺 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 但是当我们和不同的家人相处在一起时 都应该要恰如其分地遵守一定的礼节 如果一个当父亲的人不懂得慈爱自己的子母 而当孩子的就不会懂得如何孝顺 一个当兄长的如果不爱 不有爱自己的弟弟 当弟弟的自然就不会懂得去尊重哥哥 我们常常会听到先生骂太太 不懂得如何孝顺公婆 或是有的先生非常的怕老婆 做什么事情都要看老婆的脸色 假设先生可以先将自己的本分做好 这样老婆自然而然就会跟着去做 而老婆为什么会不愿意顺从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对方比自己先做到 自己才愿意去付出和遵守 这样的家庭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被撕裂掉 家庭是我们幸福快乐的源头 如何和家人和谐地相处 和每个人去努力学习的 这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而不是在讲道理真书赢计较谁付出多少的地方 如果美的人懂得如何去爱家人 就懂得去善待自己的家人 就如同广场域中学习的 我们的问题不会来自外面 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在我们的家人关系当中 让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家庭照顾好 占而然我们和外面的关系就会变好 一个人快乐不快乐和我们的家庭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爱你的家人就是爱自己 下面有四个问题 我们可以想想 在家人关系中 我们有什么是我们在意的或者是不在意的 第一个问题 在你的家人之中你最不喜欢谁 第二个 为什么你会不喜欢他呢 第三 在你们的家庭关系中 最让你困扰的问题是什么 第四 你想要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四个问题可以想一想 然后提出问题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与分享 欢迎您加入我们本月光的行列